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选受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弊大于利 对创双方为正方九龙堂学校中学部 以及反方圣言中学 现在先介绍双方辩元 主辩郑浩阳 第一副辩杨家闻 第二副辩张佳月 涉辩谢熙 反方主辩 李卓熙 第一副辩 麦浩峰 第二副辩 莲浩 杰辩 黄宅耀 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杰辩应该是黄宅辉 好 不好意思 好应改了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顾问老师侯耀雄老师 香港教育大学粤语辩论队队员潘宣恩小姐 以及华英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赖楚言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 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而我就会用人声来丁 够钟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超时15秒就会有三丁的提示 将会扣分 明白到网络有延迟 甚至有听不清楚钟声的情况 所以每一次丁的时候 我都会用手势来提示 面缘是有责任留意萤幕 也不应该尝试用尽15秒的缓冲时间 而详细的赛规已经发布给各个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请稍等评判分子那里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用尝试 采取来运气 好,現在分子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正方主辯如果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叮! 主席評判助助,各位大家好 根據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全部學院新聞學系研究生黃慧寧自出 選手節目屬於實境節目包含三大特點 第一,以錄音及設備記錄生活與事件 第二,透過戲劇法例模擬真實生活事件 第三,以展緝作為重點宣傳政策 換言之,選手節目不單只是一個挑選有能力人士那麼簡單 反而更成為一個真人節目 以不同節目效果去吸引觀眾的眼球 本質上就已經出現改變 包括韓國的創造101以及中國的青春有利等等 亦都是以節目效果為主的綜藝節目 加上,綜藝節目數量越來越多 單以中國為例 根據2020年中國網絡綜藝白皮書自出 選手節目被2019年實升了25% 可見選手節目越來越廣泛,問題只會被放大 令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影響 因此,我方立場十分清晰 隨著選手節目的興起 只會有越來越多青少年收睇 而這個電視節目會影響觀眾意識形態 青少年的心智仍未成熟 不論是參與還是觀賞選手節目都會扭曲他們的價值觀 影響未來發展 所以,今天衡量變題的標準在於 究竟青少年接觸選手節目之後 思想和行為會不會被扭曲影響未來發展呢? 如果會的話,變題就理應成立 我方贊成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從參與者角度,破壞人生前路 現時選手節目招攬年紀越來越小的青少年 就好像中國的選手節目《聚光燈下的我們》 就只是招攬6至15歲的青少年 台灣的超級同盟會就必須在12歲以下 訓練、拍攝都在上學日子 便想將正規學習和成名出身變為對立 選手成功之後更加難以堅固學習 當基本知識不足夠,又如何對成長有利呢? 更何況,選手節目會受到批評 在其中會受到批評,更可能被起底 正如至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良辭春 選手節目的批評會打擊青少年的心理成長 請問有科,有科是否認為青少年受批評越多越好呢? 第二,從官寫者角度而言,養成不良歪風 電視節目重點需要迎合觀眾口味和吸引到觀眾眼球 正如台灣坤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廢翠指出 選手節目著重娛樂效果等同商業化綜藝節目 而這個改變會導致增加節目效果而忽視練習生 就像韓國選手節目《創造101》在2019年被揭發造假 有練習生會受特別關照和不跟從網民投票 向青少年散播不良消息 加上,專業化綜藝節目會製造大量周邊商品給市民購買 買了才能投票給支持心目中的練習生 鼓出用金田追星的文化 最後想問友方,友方是否認為青少年接觸越多節目有造假和黑幕的問題 對青少年的價值觀反而有利呢?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2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丁 主持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聽完友方同學4分鐘的驗遲 難發現友方同學正拉辯題 只是側重於節目效果 並沒有考慮到青少年在發展時候的特質 這樣論稱辯題又是否恰當呢? 回應友方同學的問題 友方同學問是否 批評越多越好呢? 批評有分幾種 有好的批評和壞的批評 如果他們接受到好的批評 他們就會從而改善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但如果他們接受到壞的批評的話 他們同樣可以利用壞的批評 來創造一個抗疫的能力 現時有不少的選秀節目 而選秀節目的特色就是有比賽有競爭 一眾選手會發揮自己的才能 表現自己 同時都會有專業評審對表演作出評價 而青少年的特質就是勇於嘗試 也會建立自我形象 因此有不少的年輕人會觀看 甚至參加選秀節目 辯題亦應運而新 要行為今天的辯題 我們需要考慮青少年個人成長的特質 在選秀節目中能不能夠得到提升 我方反對今天的辯題 原因有二 第一 選秀節目內容豐富 青少年能夠有所得著 現今選秀節目多樣 在香港有《全民造星》系列 內地和在外亦都有類似的節目 也叫選秀節目多元 表演多樣 題材亦十分廣泛 青少年通過觀看選秀節目 能夠學習到不同種類的價值觀 而引發思考 另外青少年也可以在選秀節目 了解社會 確闊自身的視野 例如美國《全民一丁》的表演者 有包括歌手、舞蹈家和表演範疇的人 而參加的人 有部分是有身體缺陷 例如第十四階 慣有自閉症的思張少年李爾 憑著他自己個人的音樂才能奪觀 令青少年明白 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些社會上有潛能的人 不可以在課堂上學習 而正是因為有這些選秀節目 他們才可以在螢幕面前向各位展示 除了能夠鼓勵青少年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青少年了解社會上的現況 另外選秀節目上的表演多樣 例如表演自己的福語、歌曲、唱歌 讓青少年知道 不是只有唱歌、樂意、動聽才能上台表演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唱歌、跳舞和其他魔術、雜技 甚至動督少一樣都沒有幼馳之分 不可以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可能 第二 增強青少年的抗疫能力 認清未來的路向 不少選手節目都存在聖敗 參賽的青少年可以在競選中聆聽 提出評審觀眾的意見來改善自己 他們有得著之餘,最重要的是有進步 因為選手節目的高覆蓋率 青少年在選手節目面對的意見更加廣泛 面對批評聲音 他們有機會放棄 但他們亦都是一個機會 令他們重新面對自己的短處 成為一個更實的自己 例如《全民道充三》的魔術師葉小妍 雖然她在節目中表現不理想 但她努力改變自己 是個人專業其他節目表現一個更好的她 其實選手節目就好像一塊鏡 讓參賽者知道自己能不能踏上舞台 如果她在選手節目中得位而出 就證明她有這個能力發展 相反,如果她在選手節目中落敗 亦是給她一個訊息 反觀自身是否適合 而這項才能呈現到觀眾眼前 社會中亦圈助著不少競爭 例如文文士的成績 令學生知道自己是否正確讀書 選手節目亦都一樣 給青少年一個實踐的機會 而認清自己的路向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有沒有其他節目可以好像選手節目一樣 除了教育青少年 又可以給青少年最夢的機會呢? 謝謝大家 法科準備發言時間為3分50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有1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 所有限時到達前15秒 務工會有一丁的提示 夠鐘就會有2丁的提示 之後就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由正方主便回答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鏡頭示意 是嗎?是嗎?是嗎? 正 主席、評判、著著各位 大家好,有方第一個論點說 現在選授節目多元化 所以可以影響到青少年這個就是利署 但現況上正是因為選授節目越來越多元 所以才會影響到青少年 有方今天很雙重標準 有方今天對於青少年對於好的批評 有方說青少年會變得更加好 但為何對著一些壞的批評 有方同學你又覺得他們會變得更加好 而不是變得更加差呢? 所以請問有方同學 有方說你如何確保現時的青少年面對著批評 都只會選擇變得更加好 而不是會向差那邊發展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在一起 剛才看見 我們有1組合環境 我們有3組合環境 最有6組合環境 既製造成復排 現場會感到更加的 我們可以出張不動 還是有4組合環境 我們只能看到 他有四組合環境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主便回答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叮 多謝有空同學的提問 剛剛有空同學想問我們 如果參賽者面對負評的自由,它的好處在哪裏呢? 選秀節目因為它的觀看人數比其他節目多,所以參加者面對的意見很廣泛 而他們面對一些負面的評論的時候,即使他們有機會放棄 但是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將這些負評轉化為正能量,推動自己努力向上 令到清智聯盟重新面對自己的短處,增強自己的長處,從而成就一個更強的自己 證明負評不一定是負能量 他們可以,不一定是負能量,他們可以將負評來推動自己向上 我會回答什麼 不好意思,請問是否主席沒有開麥克風? 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問一問,聖賢中學那邊 介不介意在發言的時候,站一站起來才發言? 因為想問你的設定是否方便發言者站起來發言? 不好意思,應該不太方便,因為我們站起來可能就看不到我們的樣子 好,不要緊 然後輪到反方的台上發問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元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了 可以了 今天有方同學說得很好聽 就說選秀節目為了增加多些觀眾是會增加節目效果 今天我方不反對,但前提是 節目效果是一種吸引收視的方法 跟選秀節目本身的意義是無關的 今天其他節目都有選出節目效果 那關選秀有什麼事呢? 有方同學很厚聲聲說 節目效果的嚴重影響清晰靈的身心發展 但現實看到的是 一個節目是會經過剪接和審查才播出 故此請有方同學舉出一個節目 是會嚴重影響到清晰靈的身心發展的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知道 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知道 會不會有尊重嗎? 拜拜 報告 為什麼 會有尊重 Trend 嗯 可以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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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大家好,總括友方整條主線的重點,多了機會就等於好,等於利署 但各位先等等,多了友方和我所謂口中的利署,機會就必然等於利署呢? 多了機會絕渴,多了機會去接受群眾起底,多了機會去面對黑幕,去接受不公平的對待 這些機會都是多了,在友方和我眼中又是否叫利署呢? 即使退一步跟友方和我講,多了機會是利署也好,今天變題是要做利幣比較 現況上友方和我都知道選秀節目只有少數人可以成功的時候 但友方和我將極少數成功的例子化成極大的閉處,而將極大多數人的失敗化成極小的閉處的時候 這個衡量利幣的標準又是否合理呢? 所以顯然你不能單憑有機會這三個字就來衡量利多或是閉拖 甚至友方和我忽略變題的關鍵字眼,節目兩隻字,而不單是選秀那麼簡單 一個節目就是要講求要吸引觀眾的眼球 高收視率要大肆炒作話題,這些我忽略自己都知道 甚至乎就是因為一個節目要吸引觀眾,所以他們為了達到這些目的 會出現黑幕的事情,將青少年付出的時間和努力都造假 例如在韓國創作101的黑幕事件當中 實際排名是第六位出道的16歲少女韓初媛 最終他就因為排名造假而無法出道 收入了發展機會,沒有了我忽略所說的未來路向的時候 青春白白地浪費了 為何你覺得這對青少年來說是利處呢? 有忽略第二個論點和作作各位說話是一個選秀節目 可以令到他們吸取多些評審的多元意見 但我忽略剛才主編回答的時候 其實有忽略自己都確保不到青少年面對著不同的批評 無論是負面或是正面也好 有忽略確保不到青少年會將這些轉化為正能量的時候 青少年這個論點已經不成立,只是建基於假設 甚至原來現在選秀節目內容豐富 正因為內容豐富的時候,為了達到這些節目效果 會出到很多不同的投票機制或者周邊產品 令到青少年要付錢才可以有投票權 付錢才可以支持自己的練習生 為何這些對青少年來說有忽略是一個利處呢? 除了各位,今天不妨從青少年的特質來進行分析 當青少年在尋找自身角色定位的時候 正會不斷模仿和迫習他人 正如美國發展心理學家艾利克森指出 青少年會透過不同的事物 來建立自我形象和尋找個人角色定位和身份認同 但原來今天從選秀節目中去學習 他模仿到的指揮當中衍生出來的歪風 負面效果和價值觀不斷被影響同化的時候 為何這些對青少年的發展來說反而是利處呢? 人人都想做明星,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明星呢? 國內一百年的選秀節目偶像練習生 就是一百個人之中選九個才能出到 那剩下的九十一個呢? 作為主持人之一的何貴都表示 出不到的練習生因為簽了十年的合約 而不能再參加其他比賽 但又沒有其他發展機會 到台來,要麼就是給高格的解約金 要麼就是白白浪費十年的青少 如果反而你這麼做事他們的未來路向的話 想問反而沒有了十年的未來 對他們來說的成長究竟是利處還是閉處呢? 謝謝各位 請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有福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青少年除了上台參加之外 都可以在家裡看到 在看的時候都可以讓他們增廣見聞 選手節目可以迎合到娛樂性質之餘 都可以為青少年帶更加的可能性 而且青少年可以看到他們 看到選手的過程 令青少年改變自己的意義中心 例如有一名觀眾是看完《全民造星》之後 或給予更多的機會 所以是舉辦了一間藝人公司 而剛才有福跟我們說到 合腳 跟著說他們出不 因為有合腳的捆綁 所以他們出不到 合腳 出到這些是否是辯題的範圍之內 而有福同學也跟我們說到 他們說參與這個選手節目 一定會影響到學習 那是否參與 如果說參與 是否一定會影響到學習呢 而有福同學也跟我們說到 只有少部分的人才可以出到 才可以有工作 但是在《全民造星2》裡面 是一組被淘汰的參賽者 梁敏彥雖然是最後失敗 做完明星 明氣也比不上其他人 但是他現在是大型演唱會的名者 我見不單止有明氣 成功的人才會增加 才會成功 所以有福同學說的是 其實是錯面的事情 而有福同學 剛才在我們台上發問的時候 就完全是秘而不談話 舉出一些創作101這些類似的孤例 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對他們 年輕人的心智有影響呢 而今天有一方和我們也說到 選秀節目是有節目效果 選秀節目就一定對青少年有負面的影響 我方就不明白 節目效果或者旁白 是否一定是負面的評擊呢 而負面的評擊就一定要為青少年 帶來負面的影響 有一方是沒有論證過的 而節目效果正正是反映了 製作了對參賽青少年的一些看法 而且節目效果是經過審查剪輯 這些節目效果絕對不過分 這些節目效果也可以令青少年增加她的抗疫力 就像《全民造星》三中的葉小妍被卓韻之華 說完不好之後 節目出到街之後 觀眾都認為小妍的表演差 而小妍之後也都在網上拍片 自己偷自己水 笑當日自己的緊張 哪有多不好 好 那到底負面的評擊 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有多少呢 還是有方今天用這些孤雷的負面影響呢 雖然大家都知道忠言易義 但是青少年絕對不可以困在自己的幻想到 一定要聽其他人的意見或者評擊才會改善 將以成長認清自己一直所堅持的夢想 是否真的可以苦諸實行再繼續發展 我方不明白有方的邏輯 是否今天沒有人點請青少年的錯誤 就是對青少年最好的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53秒 沒有超時 不需扣分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試E 叮 不好意思 是不是開了麥克風 是開了麥克風 準備我請向鏡頭示意 叮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大家好 選手還選手,節目還節目 有方同學就是要將這兩件事做到不可區分 但實際上並沒有必然關係 不做節目同樣可以選手 但一做節目就要為了增加收視 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做到更誇張更不公平 將觀眾的快樂建築在青少年的痛苦身上 又是否叫有利呢 表網民批評 被起底 評判的不友善評語 都是為了節目效果 但就要一個青少年去面對 對心理成長 根本不理想 有方說這是人生的經歷 有挫折才會進步 難道不起底就沒有進步 不做節目效果就成長不了 有方說這句只是安慰的說話 沒有直接關係 況且有方說到一群有夢想有抱負的名人之聲 出來選手節目 但是得到的是什麼下場 造假 黑幕 內定 大家都以為得到 觀眾支持 投你一票就可以出到 不好意思 少年你太年輕了 韓國做到第四季的創作101就告訴大家 當中出道11人名單中 有6個已是內定 選手節目將他們的夢想成為他人出道的塔腳石 有方這些又是否叫有利呢 有方同學說 多了評審 有廣泛的意見 但是不透過節目去做 為什麼不可以受到名師指導 有方同學請你推論出關係 你所謂的名師 你所謂的指導 是怎樣指導 原來是要做節目效果 原來 原來指導員之後 你以為學到東西嗎 其實可能未必 可能即使學到東西但是也不給你機會 有黑幕的情況 那為什麼這些就叫做學到東西呢 即使有名師指導 是 我方承認 真的有 但是指導員之後學習了的東西是不是一定會被你發揮出來 甚至乎他們出道了 出道了之後 成名之後的心理壓力是更多 是不是一定好呢 又或者他出不了 簽了約但是沒有機會出去參加其他比賽 那怎麼辦呢 學到的東西不可以學而自用 那麼對他們的成長又是不是叫好呢 有方同學又說 其他觀眾看到他們那麼努力 觀眾就會繼續支持和發揮 首先 好多謝有方同學承認了他們是會學到東西的 原來觀眾看到節目的話 是會有影響的 不過這些鼓勵是不是真的好像你說到那麼 刺激人心呢 未必 看到的可能是黑幕 可能是被剪輯的效果 同樣地 青少年都會學了 想問有方 熱情激力學得多些 還是尖酸黑薄學得多些呢 在在各位 商品化明星化已經成為了選手節目的重點 市民投票和支持方式 各樣都是錢 要你支持的練習生出道 就要付錢才可以投票 給的越多就可以投的越多 就好像國內的偶像練習生 粉絲透過線下應援 生日應援和雜誌雜誌 獲得超過2000萬去支持練習生 這種風氣就等同鼓勵大家給多錢去支持 由內心認同扭曲 成為金錢支持 先叫支持 散播歪風 影響青少年成長 想問有方 沒錢就沒得支持 有方是否覺得 宣揚過份依賴金錢這個價值觀 都叫有利呢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3分09秒 無超時 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哲子 中央 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有方 nochmal再度 同在課堂之內有學習,而不是課堂外有學習 在選手節目之中和人合作,表現他自己獨有的特質,難道又不是學者嗎? 我方不明白,再說今天是否參加選手節目就會等於完全不讀書 連基礎的知識都掌握不了呢?麻煩有方解釋清楚了,我不明白 有方的邏輯很好笑的,不停跟我說,青少年參加追看的選手節目會 原來有方眼中的青少年全部都不懂分配時間,不懂平行讀書和娛樂,只懂看選手節目 但一今日我方見到新疆女狀語,原來都有看選手節目有追星而央視近排的選手節目華彩少年 更加有不是巧合參賽者的文化,所以反問有方究竟青少年參加或看選手節目,影響學業的程度有多深? 青少年學業操作,又是否可以簡單規定做選手節目的錯呢? 而有方無論證過專注學業,是否對青少年發展必然大正面影響 有些青少年不喜歡讀書,讀書不呢? 想去演藝方面發展,參加選手節目,正正是一個踏腳石給他們踏兒樂圈 現時學位扁直青少年靠傳統讀書來向上流動的速度越來越慢 而向上流動從來都不是只有一個途徑 參加選手節目,然後踏入娛樂圈同樣都可以向上流動 在自己喜歡的範疇中發展,以姜濤為例參加了這個《全民造星》之後 他由一個讀著很恐怖文憑的學生姚生,變成現在當紅的男歌手 有方今天此夜很狹敗地說,你講的都是專注學業麻煩有方正面會 要不適合讀書的青少年錯,定定讀書是否對青少年最好呢? 第二,今天有方有講到節目效果會對青少年不利,青少年會學一些負面的節目效果 按照有方的落書今天同樣的閉書,亦都會出現在電視、電影等等的 這個閉書並非選擇節目独有的閉書,麻煩有方給你一陣子給我解釋清楚 是不是大部份青少年看完都會未遇到,是不是看完之後就一定會學 如果不是的話,比較例如一個這麼小的閉書,是不是見沒殺我方提出這麼大的理處呢? 有方今天很喜歡用孤例的 他說呢,創造101,韓國創造101造假 然後就論證整個全世界的損失節目都會造假 今天又是不是呢? 造假的節目有幾個呢?有方根本就是一足高大一船人 今天有方用孤例來說,韓國創造101,論證人是否合當呢?韓國法院都裁定,創造101有罪 有先例都被罰了,那就假事件又會怎樣發生呢?我方不明白 有方又麻煩解釋清楚了 有方的事件很狹窄的,就是說如果贏了才能夠成功 才能夠對青少年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我方看到不是一念,今天失敗的人,例如香港男團MIRROR裡面 裡面都不是個個好像姜濤那樣拿冠軍 裡面是有些是16強被人淘汰出毒 但他們亦都能夠組織在藍團,能夠出道 今天是否等於失敗? 再說今天是否等於失敗就沒得著呢? 失敗裡面都可以磨練他們的訓練能力 叮叮!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雙方各有兩輪的發問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再大聲一點點 是嗎?是嗎? 請請 請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編第二的論點說到 選手節目可以提升抗疫力 張少年可以佔頒其他人的意見 但是為什麼面對起底、社會輿論、愛而批評 張少年都可以繼續勇敢面對呢? 就好像中國選手節目青春有理 其中一名選手李文漢 但因為壓力過大 導致身體不適而被迫退彩 對問有方同學 是否面對觀眾的冷言冷語依然有利於 升少年成長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多謝各位 進入一分鐘 再一次 主席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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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先请反风,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答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对,准备好 还有各位大家好,刚才游方就问到,如果青年人面对一些恶意批评,面对一些社会舆论的时候,那又怎样能够勇敢面对,能够令到他们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呢? 因为好笑的游方的逻辑就是,假设所有的年轻人都是玻璃心的,被人嘶嘶,就立即会令到所有年轻人情绪崩溃 游方当然不否认有部分的青少年可能会因此而困扰,但游方如果说到每个青年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游方又很疑惑呢? 这个是选受节目的问题,还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呢? 如果青少年心理那么脆弱的时候,游方又是否认为,家里骂孩子的老师,提点学生又会令到他的自信心受重創呢? 就算看了慢播,游方说过去,在节目上被人骂,见到的观众多很多,会令到青少年大很多 游方今天的立场就是要青少年勇敢试跌倒再起翻身,建立卓越力呢? 这样对青少年长远发展来说是有利的,游方今天就像个怪兽家长那样采取的态度 什么都不要试,所以青少年就不会跌倒,就不懂如何起翻身,斩脚趾被沙通 又是否合当呢?多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拍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是吗?是吗?是吗? 是,听得清晰,不过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台下的同学和台上的同学不是同一间房的吧? 是啊,是我们分两间房 好 那如果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两位同学今天论调基于什么?基于有内幕就一定不好 每一位同学都会说,选手还是选手,节目还是节目 既然今天我内定一个叶小言给你,相信观众都会觉得不好 甚至倒退台都似 当年选港者,郑玉玲,做了两票 观众都引起了极大回响和空洞 所以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做得好,大家自然有眼睛 做得不好,只会引来公众的批评 想问一位同学,既然今天的节目已经经过了审查 经过了剪接,作为一个节目面向广 观众都有眼睛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都没有青少年的机会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journalism time to ma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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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请政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作答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桌制度》审查成功,有方堂没有解释 如果有审查制度,韩国创造101 仍有三季都出现偷望的事情,有方堂没有解释 有方堂今天就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有眼看,做得好还是不好,他会批评人 有方堂你自己也知道,原来对于他透过内幕而出道的清事联 观众会批评他,会在网上起底去的时候 对于他的心理健康而言,已经是不健康的时候 甚至乎对于一些因为内幕而无法出道的清事联 他们浪费了人生,浪费了时间 面对着他们的努力,原来全部做解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为什么对于清事联 都算是一个利处呢?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听得清楚,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清晓镜头 再再各位大家好,有方一副智商矛盾 一方面合约和出道不是变体讨量化为 等一分钟过后又举出例子 全民造星有个成员落选之后都可以出道 就尝试讨论是离处 那有方同学,他们的出道是否重要呢? 更何况 整个讨论的论点 而只是纯粹逻辑论 推论 接受批评不一定可以增加自己的抗疫能力 就好像台湾选手节目 《星林之王》的参加者,庄灵魂 评论的评审只是叫他继续加油 但换来的只是自杀收场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你如何确保 所有青少年,好像有方同学,这么坚强不屈呢? 多谢大家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大家讨论 各一会儿 你们还想通过 辉似我 这会儿 到处理 结果 走 全国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答 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了 刚才有外,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合约是在哪里,合约是什么 没有说过,不知道有方同学是在哪里作出来的 再者,今天我们说过了,有方同学今天的逻辑是特别好笑的 今天他们做错事就会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放弃追目 如果有方同学被人笑,是否被人笑成绩差,是否放弃读书呢? 不是的,在道路上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是会有助他们认清未来的路向 就是因为有人笑他们,才让他们知道现实是残酷,要成功不可能一夜成名 增强他们的抗疫,才能增强他们的抗疫力 我们看到叶小元为了追梦,即使被人笑,都没有放弃梦想,反而将其他人的取笑 转为动力根源,并可以认清事实,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加以改进 及早了解社会的生存法,令路向增加抗疫力,多谢各位 然后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变员发问,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可以 因为是练习生签约不得超过三年 今天再讲,今天辩题讲的选秀节目,参加者不是练习生 希望有可能不要再将两者挂勾,企图混淆试听 选秀参加者不是为了出道,而且出道,即使出道都不一定是好 即使出不到道,当中拿到的经验和磨练已经足够为青年带来正面影响 今天看电视的青少年都会体现到他们的黑苦和努力,同时间也会反思自己 这些才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想不想到同学哪里找到平台,一方面可以让青少年追梦 另一方面是可以感化到青少年影响到青少年的观众,为他们带来正面影响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的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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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自合拍出一位辩元作答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试咪试咪 - 可以 - 定 - 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学说,选手节目不是为了出道,是为了什么呢? 你在青少年最需要建立自信心的时候,把舞台放出在大萤幕上,给观众、群众、社交媒体去批斗,那对青少年是否真的有利处呢? 有方同学说,中国、韩国的例子都是孤例,那什么才叫不是孤例呢?多谢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现在进入结变,双方结变有一分钟时间准备,现在开始 早就做了一个视频 对 他们说,对 我们提供一下,宜众、随了一分钟时间准备。 我们有国人提供一下,能不能说明了吗? 就给你看时,我来这种地图把社交媒体飓动 来说明了 其实,这一种争取成事》 这个看能到第五个月 我们哪儿打进去了?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先请反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了 叮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尚性周星池这个经典名言已经深深探在大家怒河之中 80年代90年代大家只能坐着家 对着电视幻想自己是周润发周星池 她是随着造星热潮卷集全球,成为巨星不再是梦 主席评判有欢和合作作,各位大家好 我见到选择节目其中的先天音势是好像街市一样 可以一次贩卖很多参作者的面孔个星才艺 观众当然不会喜欢同一面,同一个表演 总会对两三云特别有感觉 会是她的成长而感动,成功而鼓掌为她的挫折而臭心 每个观众都可以从选择节目中学到东西 而当今天青少年见到五岁小朋友,四十岁大妈甚至残疾人士都敢于追梦的时候 可以带给青少年一种动力,做观众又有得着 做参赛者又可以表现自爱又何乐而不为呢 反而有方同学今天存在以下谋误 第一,有方同学今天就,二父就说我们有讲过名思那些什么 我们是没有讲过的,有方同学不知道在哪裏作出来 就说是我们讲,又说我们是自相矛盾 有方同学不可以弄件面出来解释 再者,今天我们主编已经问有方同学 可否举出一个效果去带来严重的影响 有方同学举了一个例子,但是没有讲到 怎样影响和影响在哪裏呢 有方同学以为自己用了特异功能 就说你看不到,你看不到 又说现在选择节目质数有多差,怎样影响青少年 既然今天有方同学说选择节目是这么差 又举不出一个例子是 举得出是怎样差和怎样差呢 是否在此起欺人呢,当一个例子举不出的时候 而今天有方同学的逻辑告诉我们 参加选受就等于输,输留负面影响了 今天我方强调,失败仍然有得着 只要有梦想就重新离过 而今天我们看到是一次失败之后 不代表失去所有东西 胜负一时,得着一世 而今天有方同学很好笑的 解释了所有青少年经过一次失败之后 就会放弃,就会失落 但其实正正因为经过失败 才被他重新离过,建立抗欲力 今天有方同学怀保我们知道追星会花大量时间 对于疏于学业 首先想问有方同学是否现在认为 读书只要读书一条出路 不是,而当今天青少年为自己 梦想努力向上时又有什么不对呢 有方同学是否要所有青少年 死读难读,死造难读才会满足呢 而今天我们看到是他们追星的同时 所获得的得着是远超他们付出的时间 他们可以从偶像之中学到自己的优点缺点 吸收失败的经验发为自己得着 避免犯触重复的错误 有方同学更加很好笑 他们就说他们会花些金钱追星 今天有方同学跟随调查理方式追星 有什么不对呢 是否代表有方同学认为 粉丝对着电视机说加油 这就叫追星呢 而今天我们见到粉丝和偶像互动 是有人气收入 偶像自然做得好 粉丝得着 赢力都多 有方同学蒙着声音说 我看不到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带回个画面来看 参与粉丝团可以付出的时间 精力金钱 精神园只要从中掌握到他们的概念 和理财技巧 生活技能 在生活 学习和追星应援上 得到一个平衡 学习理性的消费 也可以有助他们的成本发展 例如部分年轻粉丝 参加一个粉丝团 也可以担当其中的要职 比如参与推广文艺 文案 参与后期制作等等 也可以学习到不同的技能 和当人切勿的态度 也可以让他们获得自我认型感和成就感 确立自己的角色和建立自尊感 我们今天也会说到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李毅 李毅 是一个残疾男士 但他也敢于上台 令到他的声音 令到全部人都很感动 一个这样的人都敢上台 而是否可以带给到青少年一个好的印象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都上台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上台 作作个位常言道 胜固因言败力可悲 就如今日辨论一样的声力 不单止一种 比赛过后双方总有得着 我方也不反对 就会有弊处 但是青少年在设计节目的利处 一定比原始多的事情重要 全民造声中好声音 一个个节目一样的比赛有声费 也对得罪而不是用结果来恨论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让青少年从中学习 多谢各位 法科戒变发言时间为4分0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戒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米是米 听得清楚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世界各地有大量的选秀节目 多到就算用尽传入24个小时 都不会看得光 就算青少年因为这样 多了机会参加 我们多了机会看到这类的节目 但是又有多少人 是会令到大家记得住他们的名字 又或者记得住他们的才能呢 今天有方同学说 选受节目的出现 可以给到青少年多了机会 发挥他们的潜能和创意 令到他们未来的人生可以得到改变 这个讲法听上去好像很合理 但是如果希望给青少年多些机会发挥 那参加不同的选秀比赛 一样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 有方同学今天整场比赛的推论 只不过是将选秀等同选秀节目 将选秀的利处等同选秀节目的利处 然后就说今天的变题不能成立 实际上根本是不合理 今天这条变题有节目这两个字 就是要大家讨论选秀这东西变成节目性质 在不同的媒介播出后 对于青少年是好是坏 这个才是变题要讨论的核心 为什么有方同学偏偏就占视他呢? 今天我方和有方另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有方可能觉得将选秀变成一个选秀节目 整个节目做的事 是比参赛者表演自己 和选秀没有分别 不过如果有方同学这么想 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当电视台将它变成一个节目后 重点就是 就是桌头收视率 如何吸引到观众的目光为主导 参赛者的才能已经不再是重点 甚至选秀节目一百人之中 只会选出一两个 并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出到 而且有学历的都可以出名 出名两者并不冲突 再者不读书而出名的人 是少知又少 有方不可以拿少数人代表大众 青少年要投身演艺 可以选演艺公司 并非选秀节目 当青少年不顾一切参加这类选秀节目 但是换来的是编剧 或者监制故意制造一些所谓的节目效果 例如参加者之间的明争暗斗 又或者将一些失误无限放大 变成大家好似在看宫廷剧 这些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 有方又有没有和大家比较过 还是说有方一直都觉得 这些只是纯属节目效果 我们不应该大惊小怪呢? 或者有方会觉得任何节目 都会有我方说的问题 那是不是所有节目都应该取消? 这一点正正就是反映 有方对节目献决更高的要求 以及没有在受众角度出发 去考虑今天这条变题 多选秀节目的风潮在世界各地兴起 大家看电视或上网 都可以看到这么多选秀节目 但是随之以来的报道 很多时候大家都只是讨论 参赛者的年龄有多小 他们的成长背景 和家人关系好不好 又或者读书时期的黑历史 甚至是评判尖酸黑薄的评论 根本没办法令到大众正常讨论 参赛者的才能 除了浪费参赛者的心机爱 同时也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更加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是问大家看选秀节目的要求 是不是就是这么低呢? 再者各位 当选秀节目已经失去了 他原有的意义 参加者变成动物园被混在铁笼里面的动物 被在外面的人站在贫头品足 这种做法是不是大家应该认同呢? 多谢各位 正方结辟发现时间为3分58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现在给一些时间评判处理分数 处理分数之后终会由评判给一些评语 也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 五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如下一位得10分 总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辯論隊顧問老師侯耀雄老師就雙方的表現給一些評語 OK 多謝教練和錄影師 聽完一場比賽 觀感我覺得和第一節節都相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沒有幫學生 但是我覺得這條片是難處理的地方 就是在於 很多時候大家會準備很多資料 然後就會有很多時間 嘗試我講一些我在我的角度的資料 譬如正方會講一些有迫處的節目 或者一些參賽者 而反方也會講一些節目 或者一些參賽者的成功的例子 到最後整場比賽 我會聽到很多例子 其實我有一個 我怎麼看選擇節目的人 你問很多內地的人 認知不大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這些位置的地方 其實在我的想法 你不是太大行 可以游說到我會傾向認同的方式 所以很多時候 更加需要考慮大家的這場比賽 就是大家怎樣做比較 我覺得都是 遺憾的地方 我覺得是 大家去講很多的觀點 就是比較 譬如入方堂的論點 是地方 即使是有多人少數 這種其中的反駁方法 就是說 人家以偏偏偏偏的孤勵 或者是嘗試說的是 譬如你說他贏不了就沒有一個意見 我講一個反例 其實來去都是 我給你一個反例 或者你的意片 那會是 所以到最後 其實大家在那個論述上面 是流於推進不了太多 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覺得是 正方開了一個位置 就是在選手和選手節目的分別 我覺得是正方可能嘗試做這個 就是當反方當一些選手的利處 可以成長等等方面 其實他會嘗試是認同 但是在節目上面 是令到選手節目 可能會集中一些負評 或者一些人的缺點 但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即使正方可能講了很多次 就是一個選手節目 他節目的元素 有這些多因素都好 但是對於這個節目的元素 其實是不是變成一個 的閉嘱的主要部分 就是正方是到最後 我會聽到你最後都是講一些的例子 比如這些節目 可能創造了另一 有一些客戶 有來定 其實你都講不到太多的地方 就是在於其實是不是現在 在一個主流上面 這一類的選手節目 會是一個主流 會是 所以就是在於到最後 即使我嘗試 正方可能他嘗試 提出一個較為一個高一點的標準 他嘗試去做一個利弊比較 但我覺得這方面始終的感覺上面 是在正方後場 未必能夠發揮得太多 會是 這是我第一件事 在這個建議的比較 第二件事 雙方的負面方面 我覺得是 剛才所說 都是 可以嘗試分工上做得更多 會是 因為我覺得 正方的感覺上 正方的感覺上 可能會是 我這樣聽 正方的一部的演繹上 我覺得是較為清楚地 回應到對方的論點 會是 但是去到後悲二部 可能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是 我自己的傾向 會不會再做多一些 在背後的事做比較 我覺得 正方的二部 我覺得 分工上 可能二部 未必能夠再推進一場比賽 而反方的部分 就是 可能反方兩位負面 我覺得是 做法會相忍 就是拿一些 例子的反駁 所以我覺得 如果負面上 這個是我自己的 教學生的 或者 你都叫做方法 或者叫做習慣 我覺得是 分工上 如果能夠再清楚些 讓評判覺得 會是 例如 最簡單的 論點上的分工 或者是 剛才所說的 可能會是 在一些策略上 部署上面做多一點 我覺得會是 令到場比賽的感覺上 在這條利弊比較 變態到後場 而不但可能做多一點 在立場 戒題一定等等的方面 做比較好一點 會是 第三點也是 台下法文方面 我覺得正反相關 台下法文 我的地方是 好像都不能夠 指出了對方的 針對問題 其實是 例如說 如果是 你們的 台下法文 或者台上法文 都是重複 都是一些 好像之前反駁 我給了一個例子 然後再問一下 是否所有青銜 都可以有這種情況 會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可能不清楚 針對對方的一些 推論過程 要對方做解說 會是 所以我覺得 在問這些問題 可以再準確一點 譬如你用的資料 如果你的資料 是能夠直接 指出對方的問題 其實當然我覺得是 好 但我覺得 重要的是 如果你的資料上 是一個反例 而不能夠推翻對方 即是你有這個例子 我有另一個例子 做反例 你怎麼解釋這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很能夠做到一個反例 或者做到一個提問 時不一定能夠很清楚 所以 到最後 雙方的答問題 都是可能別人這樣問 我回答一些反例 其實到最後 我會建議 在一些問題 可以清楚指出 對方問一些台下的時候 在台上 事件上犯了什麼錯誤 然後 會指出了一些 中間的必然關係 例如 觀眾的投票部分 有一條是問的 是否所有青少爺有問題 或者是否所有青少爺 都會這麼脆弱 是否有一個反面的影響 會是 我覺得你自己都沒有一個 很清楚的論證 做基礎的時候 你提出一個疑問的話 我會覺得 會不會再做多一點 題目背後的資料座證 又或者是在公問的時候 可以再尖略一些 中間的推論 我會覺得 這條題目 可能更加會有針對性 我會覺得 那些三樣東西的分量 交給其他評判 謝謝你 謝謝 謝謝評判的評語 接下來有請香港教育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潘孫欣小姐給一些評語 好 我覺得今場的比賽中 大家的準備都相對上充足 所以都有不同的例子可以去支撐自己的論點 以及大家的比較意識都聽得出 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 其實都有做一個比較 而其實 有些位置 例子上 可能引用得不太好 或者是表達上 可能會聽感樂 就會不太好聽 例如 正方 其實正方 一開始的時候 又用到一個例子 就是有些不同的節目 原來是12歲以下 或者是 再小一點的少年 就會去參加這些選秀節目 但其實今天 正反方都應該要去定義一下 大家眼中的青少年 到底是多少歲 如果12歲以下去參加這一班人 到底是 叫做青少年 還是兒童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是可以斟酌的位置 而反方 其實反方的推論 都是比較粗疏 反方其實主要都是以問題去 主要都是以問題去反駁對方 但自己的論點上的建立 其實就相對而言 不太充足 例如 今天為什麼在 有一些的審查之後 有些節目就不會出現 可能不會出現 有些問題出現 而 今天呢 其實 反方 反方的論點 是有少少 矛盾的 就是 它一方面會反駁對方 就說 其實這些其實不屬於選秀節目裡面 但是 你在論點的建立上 其實都可能會提到這些論點 可能出道 或者它未來的發展 原來有方同學的論點裡面 就變成你的反駁 和你的論點 和你的稿件上 其實是會有衝突的 而我覺得 今場裡面 其實有些問題 是可以不需要斟酌這麼久 例如是 今天到底青少年 會不會向不好 那方面發展 其實這條問題 正方由台上發問 去到台下發問 其實都還在問這件事情 但其實這條問題 就是對面回答你的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事情的時候 當你不停地去重複問這條問題 其實是沒有一些 得著可以幫助自己 去建立自己的主線的時候 其實就 作用上來說是不大 反而它用一些資料上去 用一些資料上去 直接推論 反而會更加直接 而反方 在處理對方的資料上面 其實是 處於是不停地說對方是孤例 或者是對方只是個別例子 但是情況就是 今天正方 其實可能是他提出的例子 可能都是那幾個 但是反方 你同樣時候 提出的例子 可能同樣都是只有那幾個 其實變成兩邊 都是提出孤例的時候 你可能由一副二副去到結辯 也好 你不停地說對方只是孤例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方 去論證這條片看的時候 其實都只是在用孤例 或者是個別例子 所以你這樣說的時候 就變成 聽感上會不好 而且感覺上 其實當大家都是一樣的時候 你說對方其實你自己都是一樣的時候 其實這個位置就會比較有些輸蝕 我大概的評語就說到這裡 謝謝評判的評語 最後有請華英中學中文辯論隊老師 賴楚賢老師 就雙方表現給你一些評語 不好意思 拉Sir 你還沒懷孕 是 不好意思 這場比賽其實都跟 剛才第一輪賽事的情況都類似 好像侯Sir也有說 我想這條題目本身 在處理上是很容易跌入一個泥沼的地方 就是大家各數例子 我想兩位評判都有同感 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對自己有利的例子 你就不斷地說 譬如正方想說閉署的時候 不斷數一堆 看看韓國有多少節目造假 有多少人承受不了壓力 有多少黑幕 是的 你說的例子是 反方說的情況都是真的 反方也不是作出一些節目 反方也有他成功的例子 當正方說不是 青少年承受不了這些壓力 反方會說壓力就是推動力 都可以令到他進步 難道一有壓力就不參加嗎 你會發覺如果這一種爭拗 由主片到結辯 去到尾其實是沒有任何推進 因為大家都是各說各話 兩邊說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我又不會說正方說的黑幕不存在 的確有很多青少年是受害的 反方說的壓力令到他進步都是真的 真的有壓力下會有些情況令人成長 所以如果要令比賽有推進 就要有人走出來告訴我 到底正方說的情況是普遍一些 還是反方的情況普遍一些 還有你用什麼去論證 你那個情況是普遍一些 譬如正方你有提到 因為那些節目其實在韓國 都是很受歡迎的 很多人參與 但是你這個也是一個很理所當然的說法 證明不了你說的可能性是大一些 你怎麼可以突顯到你說的那些閉嘴的原意 就是想看看那些人在參賽過程裡面 面對什麼的挫折 和在挑戰過程裡面有什麼反應 而他製作這個節目本身的原意 就是想透過突顯那一群參賽者 面對困難的時候的反應 如果全部參賽者都是很正面 挑戰他又能克服到 其實這個節目就沒有什麼可以說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你們說 為什麼會有些黑幕 或者為什麼一個節目製作會有這麼多負面的影響 或者會突顯那些參賽者的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一面 你要多說一些普遍的製作 他都是有背後一些的動機 他都是希望提高收視率的 他都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口味 而在現時普遍社會上 網絡欺凌的風氣很嚴重 公眾都是喜歡看一些所謂多汁的東西 如果你很勵志很正面 從初再開始不斷成功 未必有聲音 觀眾未必喜歡看 所以往往的節目製作就會走歪了 或者走去一些比較負面的方向 你才會再出你的例子 就會令你說的那些例子 會被人感覺上出現的機會是大一些 普遍一些 你說有沒有人可以克服這些困難成功 當然有 你又可以說一下青少年的特質 就是他們面對年紀這麼小 甚至未成熟 面對著龐大的輿論和網絡上的討論的時候 到底可以有條件有能力克服的人 是大多數還是少數呢 有多少青少年真的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去參加 就算他以為自己承受到 但是對十多二十歲的青少年來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到這麼大的壓力呢 我覺得你可以扣連多些青年人的特質 扣連普遍節目製作的時候的動機 扣連多些現在的社會風氣 令到很多時候製作出來的效果 都會好像你們說的那些廢處出現的機會會多些 就會令到你的感覺上不只是數例子 你真的去嘗試正確定 為什麼你說的問題 多數都會是出現的可能性大些 就會令到你的論點的說服力會高些 如果不是就真的由頭到尾都給我的感覺都是 每個位子出來 你看這個例子多差那個例子多差 就沒有怎樣倒正背後的原因 那個凌駕性在哪裡 同樣地反方也是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說的 你可以嘗試去說 其實政方說的一些負面影響是存在的 但是其實以我所知 因為我也有帶的 其實某些地方都有去做一些監管 政府有介入 譬如有立法去監管那些節目 其實是不可以事先寫定劇本 然後叫參賽者按照劇本去演出這些造假的情況 他有立法去規管的 當然他規管完之後 這些節目是不是不可以走法律 或者對參賽者來說 其實有他的獨特性 譬如很多一般的青年人 其實他不透過這些選秀節目 其實他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追尋到他的目標 或者夢想 反方可以說多一點 青少年有很多種 他們有不同的潛能 有不同的特質 其實不是個個都一定是讀書厲害 或者讀書厲害才叫做成功 但是選秀節目就是給了一個平台 讓他們有正規學術以外的其他平台 他比一般的青少年 他未必是富二代 未必有很多資源 但是他可以透過這些節目 來追求他想追求的夢想 目標等等 這些其實是選秀節目很珍貴 很獨特的地方 而對觀眾來說也是 他看到一些和自己一樣背景的人 在追尋夢想 其實對他來說也是一個鼓勵 他不一定都跟他一起去參加選秀 但是他透過這些選秀節目 他會激勵到他原來肯努力就可以怎樣改變 肯嘗試就會怎樣進步 反方你才在這個情況下舉一些你們口中的成功例子 又會令到你的例子給人的感覺 不只是數例子 你背後會有一個立論在 就不會好像一出來說不夠兩句 就會數一堆成功例子 那個效果上面又會好些 還有很多例子其實都有反映到這些 譬如我第一場都有說 你看香港看《全民造星》 其實他也出了很多 未必是以往我們在社會上會公認 是可以做公眾人物做明星的人 因為有很多都未必是英俊 有很多身形未必是很高大 很瘦 有些可能都是很肥 樣子不是特別標誌 但是他也可以出道 其實他是反映著 原來你有某方面的才能 你也可以有機會成功 這個也是他的節目本身其中的原因 你可以多說一些選秀節目 其實可以為青年人在價值觀上帶來什麼正面的影響 而正方說的負面影響 你可以承認的 是有可能出現這些避暑 但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還有可以用多些選秀節目以外的例子做一些比較 譬如你辯論比賽 譬如你運動比賽 都一樣可以出現正方說的問題 都可以壓力很大 是不是 都可以有黑幕 都一樣可以有個製作的人員 將運動比賽或者辯論比賽變得很醜陋 都可以 但是不等於那一件事本質是閉多於你的 如果你覺得有這些負面影響的可能性 我們應該想方法去處理 去面對 去解決 是不是 而不是那個節目或者那個項目本質上面就是閉多於你 我覺得凡方也可以拉闊一點去討論 用一些不是選秀節目的例子帶進去 讓大家在那個思考上面想得闊一點 就是正方說的那些問題 其實都不是選秀節目獨有 那是不是每一類型的這些活動 項目全部都是閉多於你呢 還是它利多還是閉多 有時候都只是看製作組怎樣製作 或者是會不會有一些非節目以外的因素 令到它有這些負面影響 那是不是不應該歸咎於項目本質上面的問題呢 這些都是反方可以想的一些思路 所以我最重要也是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這一類題目 不可以太多只是數例子 你一定要為你的例子 在背後加入一些立論的基礎 令到你的例子 或者是告訴別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合理一些的情況 這樣就會避免了今天好像大家鬥數 因為你鬥數例子 最後就變成誰說得更好 誰的表現更好 誰的氣勢更好 或者誰的例子本身的說服力更強 這樣就會浪費了你可能主線設計的一些優點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吧 謝謝評判的評語 而今天比賽的結果已經計算完畢 現在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掌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第一副辯 楊家敏同學 而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是二 反方得票是一 換言之今天勝出比賽的是正方九龍堂學校中學部 這場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